快起床 我们要行为艺术睡觉 咱就个个床上行为艺术不行吧 你得上当的艺术是啥去 就是这个行为艺术让我觉得 我真是一个特别特别俗的人 我一辈子都搞不了艺术 再也不想当艺术家了 不想当艺术家 艺术好累 我之前崩溃 我不断后退 是我不配 我能理解说大家一起 也就是围在一起睡 这事儿非常的有仪式感 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早起 完成一个睡觉的任务 这个艺术为什么不能后半夜进行 咱就来呗就 来 好吧 来吧 上炕 我做这个行为艺术初衷 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可能通过这个行为艺术 就能直接的拉近 参与完之后 大家其实已经会有一些 羁绊或者纽带什么的 行为艺术 我不知道是不是消除了隔火 但是总归第一个胜利 就是十五个人都躺下了 这么多艺人 然后同时睡着 我觉得真的太酷了 我都躺在树旗旁边了 我已经变成他朋友了 我觉得挺好的 这场行为艺术的一半已经完成了 躺都躺了 离睡着不远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 有谁会睡着呢 睡着了 纸医生 我睡着了 我睡着了 这不可能睡得着的吧 我可以 我应该睡不着 就一开始我听到这个事情 其实是有点抗拒的 因为我其实一起床 就不会睡觉的人 所以中午要睡觉是不可能的 淡淡姐讲个睡前故事吧 我才不讲呢 我马上就要着了 妈 要不您怪的怪的我吧 我又睡不着了 我怪的怪的 您怪的怪的我 我抽你了 别别别别 小宝宝睡觉觉 睡吧 那你睡着了吗 我周围的人都睡着了 知辣木 雪晴姐 因为他们两个很安静 躺在那儿不动 每次当我快要睡着的时候 就被对面的一排人吵醒 小蓝 你别碰我下来 不知不觉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这个时候睡着 都不是变成了一个人的事 是变成了所有人的事 躺那儿我也确实试图想睡着 一开始我也不说话 当我躺了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那个温度有点炙烤了 不是 主要太晒了 你知道吧 我现在我脸烤的难受 我感觉脸上滋滋冒油 这这这会中暑吧 不然咱们两个小时之后再来吧 别闹了 行不行 而且晕过去了 导演组也不知道 还睡得挺好 他太艺术了 他怎么睡 他怎么睡得那么安强 我可以掉个头吗 就没那么晒了 就是脚丫子在中间 脑袋在外头是吧 我们还是按照一个方向睡 不然我们趴着睡吧 趴着睡就晒不着脸了 给我头发晒黑了 这没法跟你们在这一个群体里面 头朝哪儿还算好统一 脑子里的想法 武装可就难管咯 没啥特殊的感觉 就是配合工作 其实没有很享受这一派 有的艺术吧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不要抽象 单纯地说大中午在那儿躺着 迎着太阳睡觉这事吧 行事大于意义 所以我们还是 以配合为主 大家都挺配合的 这个东西就是 那你说艺术不艺术的 是吧 这就很难说了 没事 万一艺术没做成功 好歹也是个行为 太 太能舒服了 太闷热了啊 嗯 没事 我急了啊 怎么可以转过来待会儿呢 咱们要玩转错 我们来玩技术 是吧 啊 大小 咱们 咱们 你在干嘛呢 管咫尽 把自己假装睡一会儿行不行 甘肥假装睡半天了 实在装不下去了 咱们这个想不想 幼儿园 是想着什么 白蓝老师来了就把你揪出去 我说不光是咱们不跟我们一起说 我再干完游戏 你再在 怎么在 谁输了 谁嫌弃了 我再来 你姐 我给走吧 好好好 走 我走了 你不要继续 我 我们这些人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个15个人的团体的话 大家得放下心里的戒备 真的有一刻所有人都一起睡着的话 那是一个真正成功的行为艺术 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吧 就是失败了 大家起床吧 我太暖了 辛苦了 睡得好香 你好做作 还满意吗晨晨 我非常满意 就感觉就是看了一场戏 晨晨你睡着了吗 我睡了一会儿 但我一直在听大家在在有各种剧情 比如郭麒麟剧情特别多 他还有什么 什么打破规则 那可不我这都我们自己想的都没有排练 我很希望玩完了这个行为艺术 你要告诉我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大家起床吧 大家是不是要有一个分享我此时我有什么感受 这个才是我们大家要做这个事的一个核心 但其实我没有这个过程 就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必须要完成这个事情的一个基础 实际上的话可能我唯独能够监视到最后一个是因为尊重两则 确实有一些想要分享的感受 但是我自己因为大家散了之后马上去排练节目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组织大家一起来什么讨论这个事情 我也没有这个信心 本次行为艺术的四要素 我们有了地点 有了时间 有了参与者的感受 我脸烤得难受 特别棒 我特别喜欢晒太阳 但是我晒伤了 我脸整个这么疼 作为参与要素最后一项的观众们 你们品出点什么了吗 在线等啊急 雪芹太棒了 别叫醒她了 别叫醒她了 哎 今天